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四六节 撒加利亚的口历时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 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撒加利亚的口舒展了开了 那个意思是被打开的意思 是被动的 因为之前撒加利亚不信神的话 而变成了哑巴 如今当事情成就了 施洗约翰出生了 撒加利亚的口就被神打开 说出称颂神的话来 今天我们的口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不信 而被封闭了呢 但愿新的一年 让我们的口因着信而被神打开来 起来称颂赞美神 有主与他同在 原文是主的手确实的与他同在 他实际的意思是 人会在约翰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 或是神并会借着约翰施行其事 主的手是预表神的能力 就如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提到的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他的手段表示神的大能作为 此外 主的手也是统治者 残伏者 行异能者 宇宙的归策者的意思 例如在初代教会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里的原文就是说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当教会有这位掌管宇宙 能行异能的神与我们同在时 教会自然就会增长了 今天的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 要追求有神的同在 就如顾华神院长 林道良牧师所说的 他说以马内利 神的同在是教会增长的秘诀 神的同在不仅仅是整本圣经 神学的重要主题 也是个人得救的目的 更是使教会与世界区别的原因 而如果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 就应当要注重彼此相爱 同心祷告 追求圣洁 遵循神的话 还有遵行主的大使命 这五件事